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股票在上涨和下跌过程当中 几种常见的K线组合形态 本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K线组合的讲解 而这一次我们不妨把K线 放在一个更长的阶段来看待 一起来看看在底部构筑阶段 有哪些比较容易出现的K线形态 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边学边转小课堂 进入本期的边学边转 边学边转整整跨时接近两年 我们从均线到量价到指标 然后到K线形态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说 多根K线形态的各种市场的顶底表现 本期我们先跟大家聊的是 底部多组K线形态 多K线形态 它一般是指三根以上的K线形态 在市场上它有更明显的轨迹和趋势性 从本期开始我们来说一些 经典的底部形态 经典的K线形态一般有几种 常见的底部形态有V型 圆弧 头肩底 双重底 G型底和倒形底 这是市场上最常见的 五六种底部形态 本期我们就开始说了 今天我们说的第一个是V型底 V型底是市场上常见的 一种底部形态V型 这个市场不得了 跌下去 一下子就起来了 股价连续加速下跌 注意V型底的第一段是 它必须要有一个加速下跌 有可能是受到了一些 突如其来的因素 直接扭转了股价 我们常说的有利好 个股的利好 政策的利好 甚至是有一些突然之间的 我们说强大的一些 外部的效应所导致的 它扭转了整个股价的下跌趋势 在底部伴随着较大成交量 形成了尖锐的转折点 此时伴随着快速的反弹 V型底是很多做技术投资者 最喜欢的 因为它爆发力大 直接就起来了 我们来看三个关键点 V型底在形成的过程里面 它有几点 第一 V型底一般伴随着股价的加速下跌 显示着空方短期的超卖跌 加速 它一般要有一个加速的动作 第二 在底部下跌时 要极端的缩量 或极端的放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的量要非常小 或者非常大 什么意思呢 非常小 说明在最后的这一段 加速下跌的过程里面 出现了吸收 虽然下跌 但其实更多的是恐慌引起 脉压已经不重 非常大 说明什么呢 说明分歧很大 在一段突然之间的大跌以后 开始有左侧的资金入场 所以成交量要极端的大 或者极端的小 最后 V型底的买点 一般是选在回升的初期 有人说V型底 我能不能买在这个位置 买在往下的那个位置 你要判断清楚 因为这个往下的最后那几天 杀伤力很大 你买早了一两天 可能就是5%到10%的损失 所以最好是在V型底 起来的初期阶段 伴随着温和放量是最佳 我们来举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 股价在V型底的左侧 形成了加速下跌 我们看这个股票 慢慢慢慢地跌 跌到最后一段 加速 什么叫加速 它下跌的 整个的角度变得更陡峭了 大家看到吗 变得更陡峭 V型底的尖端 在这一段的下跌里面 并没有成交量 可能在下跌的最后两天 是有放量 没有成交量出现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怎么去选择一个 比较好的买点 我们建议是选在 右侧的小幅放量的位置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在这个案例里面 大家要注意 第一 在加速下跌的时候 并没有明显的买入信号 因为它的尖端是没有量的 第二 在整个的上涨初期 略微地有温和放量 此时是最佳的第一个买点 第二个买点 在这个位置 量更大了 确认了V型 确认了底部的V型 是第二个买点 我们再来举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 在5178 大家都很明显 我在5178的时候 随便选了一个个股 大家看 5178的时候 这个个股最高54块 然后随着跌跌跌 我们知道了之后 连续跌停板 7月份 对不对 在5178以后 出现了V字形的上涨 不要看这一段V 最低是16块几 最高是34块 也就是在短短的 这半个月里面翻了一倍 大家看这个V型底的 当天的这根量 不得了 这是一个外部利好因素 堆积而形成的 在这个V型底 加速以后的那根巨量 当你看到当天的这根巨量 当天并没有涨停 是可以买的 大家看到巨量 这根你要当天买 如果当天你还不放心 那第二天 当这根阳线 把这根巨量给包掉的时候 你一定要入场 大家可以看 这两天之后的收益 是惊人的 接近一倍 我们今天选的 这两个V型底 希望对你在实战操作中 会有帮助 进入本期的边学边转 从上一期的边学边转 我们开始说了底部的各种形态 上一次我们说的是V型底 V型底是一个反转型的底 这种底部快速 虽然常见 但是它的持续性的力度 往往是要通过成交量来确定的 本期我们来说一个 更大型的一个级别的底部 我们来说一个 我们叫头肩底 在底部的形态之中 头肩底的预测功能 它往往更加的准确 当然也要分级别 它往往预示着 长期趋势的一种扭转 准确率相对更高一些 从头肩底的三个要素来看 我们分别跟大家去聊一下 首先什么叫头肩底 我们来画一个图 头肩底 所以它有三个低点 一个 两个 三个 头肩底最大的一个低点 是在这 这是左肩 这是右肩 它就像一个人 倒过来的一个头肩底 我人站着 头肩 这叫头肩顶 我们以后跟大家说 头肩底 倒过来以后就叫头肩底 它的构成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 先看左肩 股价在下跌的过程之中 突然间加速 形成了一个左肩 之后形成了一个反弹 这是第一个底部 反弹以后再度下跌 第二次的低点 必须要击穿前一个左肩 这个时候形成了一个大的 真正的底部 这个底部要跌破前低 并且跌破前低以后 形成反弹 好 关键点来了 形成反弹以后 必须要超过左肩 这一波的反弹大家看 最后必须要超过这条线 这个时候再度回落 不跌破这条线再向上 这个时候形成了右肩 所以头肩底 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形态 它往往需要三个底部 左肩 底部和右肩 同时形成 在这里有一个关键点 头肩底在形成的过程里面 右肩在突破颈线的时候 一般是需要带量的 需要带量确认 什么是颈线 我在这里简单地跟大家说一下 这是头肩底 大家看头肩底有三个底部 同时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颈线 大家看到了吗 颈线就是两次 左肩和右肩形成的反弹的 高点形成的一个连线 这个连线在最后被突破的 那个点上 在这个位置 是需要放量突破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我们来看两个案例 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 完美的头肩底的形态 我们来看这个区域 看看 第一个 左肩 底部 右肩 我把它画起来 清晰一点 下跌 反弹 下跌 反弹 看到了吗 最低点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左肩 这个是右肩 这里有一条颈线 这条颈线在这一根大阳线的过程里面 被有效的突破 同时在突破的时候 出现了明显的放量 右肩突破时放量 并且一举 盖过了左肩的下跌量 形成了最佳的参与点 也就是这一天 放量盖过了前面下跌的这些量 看到吗 所以这是最佳的一个买点 在这个区域 形成了最佳的一个买点 当然我们在这里要提示 这两根连线 同时这根颈线 也是一根止损 或者叫止盈线 如果突破没成功 再回下来 回到这根线的下面 那么你要再做卖出 它由原来的压力 变成了支撑 好 再看另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就是 近期的上振指数的 如果我们把上振指数 在2800多点附近 多次的这种交错 犬牙交错的大阳线 大阴线 把它看作一个 小级别的头肩底的话 你会看到一个比较清晰的 这样的下跌 第一次反弹 下去 第二次反弹 再下去 第三次 大家看到了吗 在这个形态上 有没有看到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它的颈线在哪呢 颈线就在这个位置 大概是在2840左右 所以这是一个小级别的 头肩底的形成 这个头肩底的形成的颈线位 就在2840 在这里其实也有放量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买入的话 就在2840突破的 大阳线买入 买入以后 但是这是一个失败的头肩底 我们看 上去以后再度回落 你的卖出点在哪呢 就在2840 当你再回到2840以下的时候 你要认为这个头肩底的形态 冲过以后失败 你再做止损 今天我们说了头肩底的形态 头肩底根据它的持续时间的长短 来确定它的大幅上扬的空间 同时头肩底最关键的是它的右肩 右肩尽量要带亮 同时要突破整个颈线位 这是最关键的 进入本期的边学边传 今天我们来说一种 相对不太常见的底部形态 叫圆弧底 圆弧底它是所有的底部形态之中 不太常见的 但是它往往是上升空间最大的 什么叫圆弧底 大家想象一下 像一个碗一样 一个底部像一个碗一样 所以在圆弧底的过程里面 由于它历史很长 所以它往往最后的上升空间很大 我们来看看圆弧底的概念 股价经过长期的下跌以后 开始以小阴小阳的形态 缓慢地下跌 此时圆弧底的碗底 由于它时间很长 所以它的成交会逐步地萎缩 之后重心缓慢地上升 阴阳K线的比例逐步转换 从阴线多慢慢地变成了阳线多 所以在整个圆弧底的过程里面 大概它有一条中心位 这个是左侧 右侧 左侧的时候阴线更多 右侧的时候阳线更多 我们来看看它的关键点 第一 圆弧底的成交量的形态 往往与股价成为同步的圆弧 两头高中间低 大家看圆弧底的成交量 下面也是两头高中间低 两头高中间低 它也形成一个圆弧的形态 其次 圆弧底在突破颈线时 最好要放量 圆弧底也有个颈线 它的颈线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碗口 大家能够想象 在突破这个碗口的时候 需要放量突破 最后 圆弧底的圆弧构筑的时间 与上涨的幅度成正比 这和我们之前在说量价关系的时候 叫横有多长 树有多高 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 这是一个小的圆弧底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突破是比较清晰的 大家看看 这个圆弧是小的 如果你把它拉长了看 你也可以把它看到一个更大的圆弧 所以你在这个位置 无论是小的还是大的 它的颈线都是在这条线 大家看到了 这是一个圆弧底 之后的掌势还是非常好的 它几乎这条掌势的空间 与它基本上是成一个正比 横有多长 树有多高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比较稀缺 因为它是一个周线级别的 这是周线级别 当时一个大篮筹股 大家来看看 它横盘的时间和圆弧的时间有多长 这是一个周线级别的圆弧 大家想象它每一根K线就代表一周 在这个过程里面大概有几十根K线 那就是代表一年多两年的时间 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碗口形的圆弧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圆弧的碗口是非常清晰的 在这里周线上的量是巨大的 这根量非常清晰是突破量 突破以后的涨幅是非常惊人的 只有股票在当时一年多的时间内 从两块多钱最高涨到十二块 涨了六倍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 市场上并不多见的碗口底 如果你在目前市场 比较低迷的状况之下 如果能够找到一些股票 在估值比较低的位置 能够形成长期的圆弧底 那我恭喜你 我相信它之后的涨势和幅度 将是非常惊人的 今天的编学编撰就到这里 编学编撰 言报点金 购买指南 下载有看头APP 点击进入首页上的课程栏目 下拉找到编学编撰 言报点金 猛戳购买 就可以收获财经男神编峰伟 为你夺身打造的课程 进入本期的编学编撰 在近几期的节目里面 我们跟大家更多地聊一些 多形态K线的底部 前期的碗形的底部 头肩底 本期我们跟大家聊一个 也是非常经典的底部形态 叫双重底 或者我们常称的叫W形的底部 我们先来看一下概念 所谓的双重底 一般是指股价经过下跌以后 开始第一次筑底 大家能够理解 第一次有点像V形底 但是它反弹不远以后 再度回落 在前期的低点附近 再度地得到支撑 然后向上 突破了整个W形底部的颈线之后 整个W底的形态就构筑完成了 它其实是由两个V形底筑成 但是它和V形底相比 它上涨的幅度相对更小一些 同时我们在这里 要给大家几个关键点 第一 双重底 它虽然称之为W底 但其实它没有那么标准 两个底部之间 往往其实是可以有一些高低落差的 大家可以去看 它可以第二个底部 比第一个更低一些 或者更高一些 但它反映的 其实是在第二次回落的过程里面 明显地出现了吸收的状态 所以如果要给我来看 比较完美的一个W形的底部的话 第二个底部最好是比第一个底部 要略高一些 或者不能相差太多 显示了第二次回落过程里面 短期空方的这种吸收态势 第二个就是在 W底的第二个底部形成以后 在向上突破的关键点 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我们说 在突破W形的颈线的位置 适时的是需要放量的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W底的整个形态 在案例里面并不常见 所以我找到了一个 小的W底的形态 在这个图上 W底的形态里面 有比较大的几个特征 大家要去观察一下 第一 第二次探底的时候的成交量 要比前一次要小 表明了什么 表明了空方 在第二次回落的时候 不愿意卖 第二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量 大家看到了 在这个W底的颈线位置 出现了明显的放量 所以这是一个 比较标准的W底的形态 同时我们在这里 跟大家说一下 W底的横盘的时间 往往与它第一波 上涨的时间 相对来说是比较对称的 所以W底的最佳的买入点 是在什么时候 D是在前期的 回落的第一个 第二个低点的 缩量的时候 这是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 其实有一定的风险性 因为万一缩量以后 它没有向上 横住了以后再往下 那么在这个W底的 前D下方 你可以设止损 2%到3% 第二个位置 就是在放量 突破颈线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 及时地跟进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短期操作的位置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个W底 我想W底是日常中常见的一种 经典的底部形态 它也会演化成不同的底部形态 下一期我们跟大家聊 W底的一种衍生形态 G形底 下一次我们边学边转 再见 点击进入首页上的课程栏目 下拉找到边学边转 言报点金 猛戳购买 就可以收获 财经男神边风伟 为你夺身打造的课程 进入本期的边学边转 上一期我们跟大家聊了 W形的底部 本期我们来聊一个 W形底部的衍生形态 叫G形底 这种形态它好像 大家看 这是我们上期聊的W底 我们再把它加两个W 它就变成了一个G形底 它好有一笔 就像把骨架关在了一个 上下狭窄的箱子里面 骨架在这里面反复运行 长时间的横盘 之后选择方向向上 当然我们说的是G形底 G形底它就是向上突破 一旦突破以后 由于它横盘的时间很长 所以它往往力度会比较大 它可以看成是多个W底的结构 所以它是一个W底的衍生形态 我们在这里看几个关键点 第一 完全标准的G形底 很少出现 就像上期我们说的W底 两个底部要完全等低 不太可能 所以一般来说 在突破底部前的这个底部 它会有一个向上缓慢的斜率 大家能够理解 空方的力量在逐步的消失 第二 突破颈线的时候 无论怎样 突破颈线都尽量的要带量突破 第三 G形底震荡的时间越长 突破以后扬升的幅度越大 我们之前说到的头肩底也好 碗形底也好 包括这个G形底都是一样 横盘的时间越长 积压的做多的动能就往往会越大 我们来看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 我们先找到这个G形 大家看到了 G形的底部 G形的高点 大家能够看到 这个G形的高低点 很标准 这个时间的跨度还是比较长的 还是比较长的 最后突破的位置也非常的清晰 倍量突破 倍量就是它在横盘的位置的 成交金额的一倍以上 我们称之为倍量突破 非常的漂亮 途中G形底在突破前 出现了底部小幅抬高的态势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G形底在最后突破的 那回落的一段 成交量很小 同时底部其实是有抬高的过程 这个底部是有抬高的显示了 吸收的态势 同时突破颈线的时候 明显的出现了放量 这一根已经是放量 之后更明显的放量 所以最好的跟进点 一在这个位置回落的时候 二在这个位置突破放量的时候 及时的跟进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的 这个G形底的时间跨度就更长了 我们看到了在一个更狭窄的区间内 做了长时间的横盘 做了长时间的横盘 途中G形底部的横盘时间较长 突破颈线之后放量上扬 同时再出现了一次回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走势是我们常见的 在那么狭窄的空间之内 最后在这个位置出现了连续的放量突破 突破了颈线 突破以后它并没有直接向上 做了一个回抽 回抽就在颈线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而且回抽是出现了明显的缩量 之后一波扬升 一波扬升 突破颈线 回抽颈线 放量扬升 最后我们会看见 几乎是一个等长的一个上扬 所以这两个案例 基本上告诉了我们几点 第一 在整个的G形底的尾身 往往会有底部的抬高 第二 放量突破颈线 非常的重要 第三 放量突破以后 油可以是回抽 也可以不回抽 但它最后的涨幅 往往于G形底的横盘时间 往往是成正比 这三点大家可以在操作中关注 如果你现在能够找到一些 横盘时间很长 同时突破颈线的公司 那我觉得工型在技术上 它们应该是有比较大的空间 可以去运作 今天的军型底操作就到这里